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作为一代民君 康熙皇帝却由这一段挥之不去的掩控 那就是一生中曾经两立两位太子印仁 印仁是康熙帝的二皇子 也是嫡长子 康熙帝本来对他十分喜爱 一直心心培养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得不将他废除 那么这其中究竟发生了怎样不为人知的变故 废除后的印仁家世又该如何安排他的起居生活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子金城学会副会长 年初年先生继续做客百家讲坛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三部第六集 礼亲王府敬请关注 上一节我讲了天皇贵咒 天皇贵咒是要开府啊 清朝顺之入关以后 所有王府都在城里 就是有一座例外 礼亲王府在城外 太特殊了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礼亲王府 分三个小标题 一 康熙始建 二 雍正分府 三 千龙悔记 先讲第一个题 一 康熙始建 康熙皇帝是有三十五个儿子 老二是嫡长子 叫任仁 这个老二的妈是谁呢 她妈是贺舍礼士 就是康熙福政大权大学士索尼的孙女 出生贵族 她康熙这年是二十一岁 贺舍礼士二十二岁 就生下任仁 但是啊 生了时候难产 出生之后她妈就死了 这就预示着任仁这一生啊 是 是大起大落的一生 任仁长到两岁的时候 康熙皇帝遵从太皇太后 皇太后的遗旨 就策任仁为皇太子 康熙非常喜欢的皇太子 长得也好 学问也好 修养也好 骑舍也好 康熙亲自教她念书 培养她 一些重要事情也教给她 但是到了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到毕业山庄出去的时候 路上 回来的路上 康熙当着诸王大臣 诸皇子 正式宣布 废除皇太子 康熙宣愈啊 切愈切气 宣愈完毕 扑倒在地 晕倒了 太伤心了 任仁做皇太子 做了三十三年 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康熙比他大二十岁 这年康熙五十五岁 他妈妈也死三十三年 康熙为什么要废着太子 就是立了太子之后 有好处 有了接班人了 问题也来了 第一个矛盾 就是在以缩毒为首 朝臣里面太子党和非太子党 第二在皇子兄弟里面 拥护太子和准备废掉太子的也成了两股势力 特别是康熙自己的皇权和太子的处权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康熙有一句话 很伤心 他说 朕未卜 今日被朕 明日遇害 昼夜见身不明 不知道今天被害了 明天被害了 白天晚上不得安眠 作为一个父亲来说 是很伤心的 太子废了搁哪儿呢 就安置在现在故宫东花门里 原来叫做上寺院 在那个露天的大个棚子 皇在那儿 派老三老四看着他 不久就安置在仙安宫 囚映在那儿 这一来呀 矛盾反倒厉害了 朝臣之间 特别皇子之间 争夺皇储就更激烈 康熙看这事不行 第二年 康熙宣布 复利任人为皇太子 就又利了他 利了之后 这矛盾就更激烈 既然第一次可以废了 第二次当然也可以再废 就各种矛盾纠结起来 康熙一看不惜 又过了两年 康熙再次宣布废除皇太子任人 而且圈进在仙安宫 就是后来的树安宫 这个时候康熙已经到了晚年了 为了废太子 利太子 康熙得了一场大病 中风 半生不随 也到了晚年 身体不好 康熙需要考虑后世的问题 这个太子 康熙是又恨又爱 恨什么呢 恨太子不成器 逼着自己 宣布碎了太子 爱什么呢 太子出生 他妈妈死了 康熙是又做爹又做妈 拉扯着孩子 培养了33年 废了 心里是很痛苦的 康熙就想 这孩子宣小就没妈 太子废了是废了 那将来总要有一个安置 怎么安置 所以康熙晚年就考虑 怎么安置废太子问题 免得他身后兄弟骨肉相残 那么给太子安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个悬疑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解读清朝初期 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历史 看废太子印人和他的家人 跌宕起步的兴衰势 敬请关注大故宫之 李亲王府 如何安置废太子印人 是康熙第晚年的一个新病 而两百多年前的这段迷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是淹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破解 这个康熙朝的历史迷案呢 一段机缘巧合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2008年 北京市昌平区 北西家镇 郑克庄的领导 请我到那去 说阎老师 我们这儿有城墙的遗址 有护城河的遗迹 还有同邦的经济 这个地名 叫做平西府 当地人就说 平西府 就是平西王的府 就是吴三贵的王府 不然怎么会有城墙 有护城河的 请您来看一看 我一看 的确是护城河 对 整整的气息 我说北京王府都在城里 没一个在城外 而且吴三贵肯定 他的府不在你这 我说我研究这我知道 那阎老师 你说不是吴三贵府 你说是谁的府 我就被问住了 回来我就 当夜我就查材料 查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材料 但是难题没有解决 我又给一些朋友讨论 求教 也问题不得解决 这是清朝历史 宫廷史 一个重要的历史议案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了 我说汉文材料解决不了了 就看满文档案 什么能解决 满文档案能解决 你这问题能解决 否则 这问题就是个历史学案 正好这时候台湾佛光大学 请我去做客座教授 一个学期 时间长 我说正好借机会到台湾 看台北故宫博院藏的满文档案 这样我就应邀 到了台湾佛光大学 利用课余的时间 我就到台北故宫博院 去查档案 台湾故宫博院 我的老朋友 副院长 冯明珠教授 庄吉发教授等等 都是我的很好朋友 我把我研究的意向 也跟他们说了 他们也帮着查 瞧啊 在台北故宫博院图书文献处 查到一件满文档案 这件满文档案 是康熙六十年十月十六 就是郑家庄行工和王府眷工的满文档案 非常详细 城墙 护城河 王府的建筑 高崖十寸都有 太珍贵了 我就很高兴 我回到北京之后 我就跟他们说了 他们也很高兴 我说不行 学术有一句话 叫做孤正不立 孤正 你不能完全证实证 我说至少还要找一个证据 找什么呢 我说既然有郑工的满文档案 应当有开工的满文档案 郑工的满文档案在台北 开工满文档案台北没有 那么就应该在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我就到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找官长周爱莲和满文专家郭美兰 我说我要查你们的满文档案 阎老师啊 二百万件满文档案 你怎么打开老真的 我说从内务服务档案查起 军纪处啊 等等我们不查 查内务服档案 阎老师啊 内务服档案太多了 我说从内务服奏销档查起 就工程啊 报销了那个档查起 阎老师啊 奏销档也太多了 我说郡工是康熙六十年 往前倒查五年 工程大体五年 往前倒查五年 六十五十九五八五十五六五五 宋康熙五十五年查起 这个就窄了 他说试试看吧 经过了二十多天认真的档案的查 真是有幸啊 上天不服 有些人呢 查到了 查到康熙五十七年 十二月初五日 郑家庄公程 开工的脉文大案 而且记载符合 城墙 护城河 亚门 正殿 佩殿 等等 详细记载 难得的是 开工档案 和 郑工档案 完全混合 把 北京和台北藏的 郑家庄 康熙 行工和王府 满文档案的记载 和其他文献 和实测 这实测 基本吻合 这样 康熙 郑家庄 行工和王府 主要依据这两件 满文档案 基本可以调整 大家注意 清朝皇帝的行工 有围墙 没有护城河 义和园 园明园 南园 壁如山庄 都有围墙 都没有护城河 皇帝行工 有围墙 又有护城河的 只有郑家庄这一处 把行工和王府 盖在一起 外面是城墙 城墙外面是护城河 有清一代 只有这一处 所以文物价值 文献价值 太重要 康熙在这修了行工 修了王府 这王府让谁去住 谁去住 康熙六十年 王府进宫了 行工和王府进宫了 我查了 康熙去了三次 有记载的 康熙去了三次 但是还没来得及 进驻行工 还没来得及安置 谁住王府 第二年 康熙六十一年 他就过去了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雍正皇帝登记之后 究竟会如何对待 费太子印仁的家人 一个庞大的王爷家族 到底如何立足于世 借请关注大国公职 李金王府 康熙六十一年 即公元1722年 康熙皇帝病逝 中年69岁 45岁的黄四子印真几位 这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帝对废太子印仁和他的家人 采取了比较优待的方式 印仁仍被圈禁在紫禁城的咸安宫 印仁的次子 红夕被册封为李俊王 郑家庄的王府 则被赐为印仁家人的居所 这也是清朝唯一一个 在北京城外的王府 那么 李俊王 红夕等人 究竟是如何入住 郑家庄王府的呢 问题就留给雍正了 所以我讲第二个 二雍正分府 雍正一继位 就封皇废太子的 任仁的儿子叫红夕 为李俊王 雍正就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就说他爸爸有遗嘱 这是有文献记载的 康熙说 朕因斯郑家庄已盖设王府 及兵丁住房 预令二哥一人网住 二哥一人网住 这二哥是谁呀 康熙没说呀 他就死了 雍正就说了 雍正说 郑家庄修盖房屋 住宅兵丁 想皇考胜义 获遇令二阿哥前往居住 但未明将御旨 正未敢揣渡举行 尽鸿西季丰王 令以帅领子弟 与彼居住 甚为妥协 雍正说 他爸爸康义皇帝说 一个阿哥住 哪个阿哥去 没明说 我的意思 可能让废太子 因人去住 但是他又没明说 我揣渡的意思 是这样 他又没明说 我也不能办 那只有怎么办 让他的儿子 让洪熙 以敬风的郡王 让他去住 他做事 这有点分寸 于是 雍正就做了决定 让李郡王 洪熙 搬到昌平 镇监庄 王府去住 所以讲下面一个小问题 李王分府 我们看看王府 怎么分府 一 分府 孕仁 住在哪呢 住在皇宫的贤安宫 把他儿子分出来 分到哪呢 分到 李郡王府 就是城外 昌平这 任人有11个妻子 12个儿子 谁跟得去 谁不跟得去 雍正做了具体规定 有几个 已经在宫里的养着 太后什么养着 就不去了 他带着其他的兄弟 和任人的 一些妻子 就到郑教掌去 在那儿 开王府 那任人呢 还留在 贤安宫 由他爸爸说了 康熙说了 把他囚禁在那儿 他没有权利改啊 所以还在那儿 其他都搬走 一分府 二人员 那就李郡王 分到那儿 这人员 怎么安排啊 雍正也做了安排 从成亲王府 搏出 185人 从简王府 搏出 80人 从宏房府 搏出 80人 合计 三百四十五个人 搏到李郡王 王府 这是二人员 三太监 封给李郡王 一百一十一名太监 到王府 伺候 这一百一十一名太监呢 钱怎么出 偷三年 有皇宫出 三年以后 又王府开治 很具体了 四房屋 不过多少房子给他 不过城里头 四百一十间房子 给李郡王 后来算上不够 不够差多少 然后再建 王再商量 五官兵 又城墙 城门 有官兵 来守卫着城 第一批 拨六百名官兵 在城外入 守着城 后来又有所增加 这六百分十个班 轮流之班 两个城门 单有兵 来守着城门 第六上朝 这李郡王上朝怎么办 每天要上朝啊 昌平正宴庄 李德盛民大约四十华里 李皇宫大约五十华里 每天上朝也不行啊 又能做了规定 因为李郡王在城外 每个月到城里上朝一次 射箭一次 有特殊重要礼仪活动 单宣招 单来 那过年呢 过年正月初一 要祭堂子和其他的神 那时候李郡王要来 住哪儿 城里头单给安排一个住所 完了再回去 都做了规定 完了就搬家 叫王府怎么搬家呀 过去材料没见过 没有详细见过 但是在这个满文大案里 详细介绍了 李郡王怎么搬家 这材料非常珍贵 我说一下大家 听一听 王府搬家怎么搬 王府乔迁之一 怎么乔迁 一定期 定日子 雍正说了 说让青天剑 给他选择个良辰几日 青天剑经过测算 选出了 叫雍正元年 1723年 9月20日 卯十 就早上五点到七点 卯正是六点 正点 乔迁 一定期 二请辞 就是 李郡王搬家的前一天 带了福晋 他的夫人 到皇宫 向雍正皇帝 问安 辞行 三 礼仪 就搬家这个礼仪 礼仪 礼仪是按照郡王搬家的礼仪来进行 就是 红西同辈的 红西同辈的皇室的兄弟 已经称家的 没称家太小 已经称家的 来负责这个礼仪来送行 这是礼仪 四 送行 还可以送行 第五 衣是 穿什么衣服 规定送行 穿什么衣服 穿紧袍 和补挂 注意 不是朝服 也不是便服 便服是不可以 因为这是个礼仪 也不是上朝 也不是朝服 建于朝服和常服之间的一种礼服 第六 饭是 吃饭怎么办 从皇宫里头 派厨师 准备饭 准备三十桌饭 还有十桌 拨拨拨 一共是四十桌饭 事先准备好了 先去 王府准备好了 到班家好吃饭呢 第七 李盈 这去了他就迎接 王府那迎接 李盈 派谁去李盈啊 派这个内务府所属的 年纪大的 德高望重的 接发的夫妻一对 提前一天 到郑光镇王府 郡王和附近来了 他们出来 出来迎接 把他接到王府里面 第八 返回 我算了一下 要从皇宫去到那差不多五十华里 一小时要走八里地的话 六八四十八 要走六个小时 起码快一点 大概也需要五个小时 就是早上六点钟出发 到那儿也差不多中午十一二点了 到那以后就准备好了 饭桌 韭菜 啵啵桌 就准备好吃饭 举行个简单的仪式 搬着家了 返回 返回 大约需要五六个小时 那两点钟往回返 就差不多六七点钟 黑天了 就返回到城 送的人返回到城里了 这个过程是很完整的 这样雍正元年 1723年9月20日 李郡王洪熙就正式搬到 昌平郑克庄的李王府 从这点开始 昌平郑克庄就正式成为 李郡王的王府 同时他又是康熙的行公 因为康熙去过 去过三次 这是雍正元年 第二年就雍正二年 1724年 废太子任人 在西安宫就死了 你看家族子 孤零零一个人 心情也不好 就死了 死了以后 怎么办 雍正的命令 把他遗体 运到哪呢 运到他儿子的王府 红熙李郡王府 在那儿举行追悼仪式 这一年废太子51岁 雍正怎么办 雍正说了 说我哥哥死了 我要到政院去调研去 大臣蓝 说太远 你又太忙 身体要紧 就不要去了 雍正说这样吧 我接受大臣的建议 一国为重 到哪儿调研呢 是到西原武隆亭 就是现在北海武隆亭那儿 摇迹 往北方向 祭奠 废太子 他哥哥的骨气 居心完了丧役之后 废太子就一到哪儿 一到宗化 黄花山那个 分离头就埋葬了 这是雍正二年 到雍正八年 雍正他政权也稳固了 我就值得呢 要再给他封一下 封成亲王 李君王就变成了李亲王 这正式册封的 这样郑家庄就变成了 康熙行公和李亲王府 在康熙的二十四个皇子中 第三个儿子 成亲王云旨 为什么会受到格外重视 康熙又是如何特殊培养他的 今天收看大国公第三部 第七集 成亲王府 雍正十三年 一生谨慎勤政的雍正帝去世 终年五十八岁 他的皇嗣子 二十五岁的弘历即位 也就是乾隆弘帝 作为与李亲王弘夕同辈的乾隆帝 对弘夕采取了与雍正帝 完全不同的方式 最终导致一个曾经的 胡华王宫 从此销声匿迹 那么乾隆帝 对李亲王弘夕 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手段 李亲王府的兴建与衰落 到底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讲第三个问题 乾隆毁迹 红夕和乾隆是一半 唐兄弟 红夕比乾隆大 大17岁 乾隆是25岁大皇帝 加17呢 42岁 就红夕这年42岁 乾隆大皇帝 本来应该没有问题的 因为雍正死了以后 正大光明扁 后不拿出来 一看是 携上乾隆的帝位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乾隆这人 由他悠长一面 也由他心眼窄一面 到乾隆四年 1739年 就发生一个事情 宗人府福宁 告状 告谁的状呢 就告洪熙的状 说洪熙啊 他经常 跟康熙帝 那个第十六子 他们来往密切 乾隆就警惕了 再查 再查就查出一条罪状 什么罪状呢 清高宗十路记载说 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 居心胜不可畏 说洪熙啊 心里头啊 旧日东宫啊 他是嫡子 他爸爸是太子啊 他又是嫡长子啊 真是太子继位之后 太子再死了 不是他继位了 说他心里头怎么想 他心里头怎么想 你怎么知道 这女的传说一声 还有一条 就乾隆要过生 洪熙呢 想表个好 给乾隆啊 给他送个礼吧 送什么礼啊 这乾隆礼不好送啊 是吧 一般里头看不上 就洪熙了 千琢磨万琢磨想出一条 做一个监狱 就是抬个轿子 明黄色的轿子 皇帝当得做黄轿子 你不能够做蓝轿子 蓝轿子的时候 人们给我送三啊 杀了你 对不对 乾隆上岗 我过生 你送个黄轿子 我要是不要呢 不要不是就你做了吗 你要做黄轿子 你就不想要有政治野心 你想当皇帝上岗了 千琢磨不行 处费 来八天就跟着拍马 就处费 说宽大吧 怎么处费呢 割出王爵 把王给割了 让他在郑家庄还不掰 不许出城 这不就等于禁锢那了 不许出城 这事本来就算完了 割出王爵 他还可以在那 不是王还在郑家庄 王府那 你不许出城 在城里待着吗 这是十月份做的结论 十二份又变了 怎么变了呢 就乾隆又调查 有人说了 说这红蟹还不是老人 他就问 皇上寿算如何 就乾隆还能活多大岁 这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乾隆二手 你这什么意思 你有政治野心 问我还能活多大岁 讨论 宗书讨论 有时候把他剿了 剿死 有时候把宽大吧 把他发到哪呢 发到景山东国园 永远圈进 那他这王怎么办呢 又他一个儿子 接着 嫁了 将郡王 这红蟹心里肯定是闷的 是不是 原来是亲王 像这么井山 给他关起来了 家人都不许见了 就郁闷 不久就死了 死了以后 就不说按照王里了 普通人里了 就在昌平那儿就埋葬了 那现在这个王府就不能在那儿了 搬到城里 搬到东城 王大人不同 大体上现在华销大厦的附近在那儿 就变成一个郡王府 这个王府就空起来了 到千龙二十九年 千龙觉得这事还没完 八旗住房是在福州换房 千龙说让郑恶庄就住进去 开始去的人少 想说不行 带家人去 想说不行 全部都去 就郑恶庄住军 带家属所有的 都到福州 而且不许回来 就在那儿顶 有一次我到福州去考察 当地的一些满族人跟我说 说我们原来就是北京的 这样住军连家属都在这 现在好多人还说北京话 普通话 他的后裔好多人说普通话 当时又没查到这事 现在查到了 就是郑恶庄 八旗住军造福州住房 他们的后裔 还没完 千龙是看着这系列就憋 人也走了 家属也走 房子供出来了 房子全毁 毁为平地 地交内务府 城墙拆了 十五眼井 现在发现一眼 那井帮是同井 老百姓井哪里同井 用它是行工 康义行工和王府 答案原来是满文的 汉文没记载 用它是内务府的 尘封着 别人也不知道 痕迹也没有了 就说不清了 现在这事情可以闹清楚了 就是北京昌平 北西家镇 郑恶庄 是当年康熙行工和李亲王府 遗迹和遗址被平毁 就变成一个历史的议案 郑家庄 康熙行工和李亲王府 从始界到平毁 一共是48年 这段历史 天龙是想让人们从记忆当中消失 幸好有历史遗迹在 特别是有行工和郡工的 完整的满文档案在 这个历史的记忆就永存了 所以北京昌平 郑恶庄 康熙行工和李亲王府 这段历史回忆 丰富了历史遗迹的记载 而且由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份 历史文化的遗产 下一讲 讲成亲王府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这样 吧